美国 洛杉矶 清晨 一个亚裔母亲推开房间 他看到女儿倒挂在天花板上 像蜘蛛一样爬行 面目猙獰 嘴里发出古怪的听语 遇到这样的灵异事件 只能找驱魔师帮忙 事已至此 我们的主角粉末登场 他是康斯坦丁 专业驱魔师 康斯坦丁扯掉房间的窗帘 命人抬了一面三英尺高的镜子 然后让四名大汉抬着镜子 镜面正对被附身的女孩 他叮嘱道 你们闭上眼睛 无论听到什么声音 都不要睁眼 然而 就在康斯坦丁念咒语的时候 有个大汉偷偷瞄了一眼 吓得蜷缩成一团 康斯坦丁不得不腾出一只手 扶住镜子 护着女孩趁机 一把掐出她的喉咙 嘴里发出毛骨悚然的地狱 慌乱中 康斯坦丁蒙住女孩的眼睛 迎诱恶魔现身 然后利用镜子的反射 将恶魔锁入镜中 恶魔拼命砸起 精明裂开 恶魔从裂缝中伸出一只鬼手 眼看着就要破镜而出 紧急关头 康斯坦丁赶紧猛拉绳索 将镜子挤出窗外 摔得粉碎 恶魔也随着镜子 化成灰烬 与此同时 那个被恶魔缠身的菲律宾少女 也恢复了正常 康斯坦丁是一个驱魔师 他自小就能看见 一些普通人看不到的东西 因此 他被认为是一个精神不正常的小孩 接受过电击治疗 原来天堂和天堂 地狱无处不在 就在每一堵卡 每一扇窗的背后 人类世界 被夹在天堂和地狱之间 据说上帝和撒旦 有一个赌约 天堂和地狱 均不能直接杀手人间的事物 他们只能派出天使和恶魔 作为蛊惑者 间接对人类施加影响 像康斯坦丁这种 具备某种天赋的人 看到了正是天堂和地狱 派出的蛊惑者 这些年来 由于康斯坦丁驱赶了大量恶魔 地狱对他恨之入骨 撒旦发出话来 等到康斯坦丁死的那一天 撒旦想亲自来收他的灵魂 这一天 医生告诉康斯坦丁 你已经是肺癌晚期 而且癌细胞扩散 早点安排后事吧 康斯坦丁并不怕死 他害怕的是 死后要下地狱 这就好比一个警察 曾经把一大堆恶棍送进了监狱 现在 他自己要进监狱了 里边的犯人 一大半都是熟人 你能不害怕吗 为此 康斯坦丁去找大天使贾百列 他对贾百列说 我把那么多小鬼赶回了地狱 就凭这个 为什么还那么短命 为什么不能上天堂吗 贾百列对他说 你之所以不能上天堂 是因为你所做的一切 都是为了私欲 并不是因为信仰 你瘋了 离开教堂 康斯坦丁失落地走在雨中 无意中 他在马路边看见了一只肥胖的老鼠 和一只硕大的螃蟹 这时 一个由蛇虫鼠蚁组成的恶魔 向他发起了攻击 危机中 他冲进了车流不息的马路 引诱恶魔来袭 当成千上万的蟑螂 昆虫 蛇 老鼠 和螃蟹组成人形 却被飞驰而来的汽车 结结实实撞上 恶魔又消散成了昆虫 回到家里 康斯坦丁觉得自己身心俱疲 还没喘过气来 有客来访 来访者是一位美丽的女警察 她的妹妹在一所精神病院里坠漏身亡 为了搞清楚妹妹离奇死亡的真相 她找来康斯坦丁帮忙 此时 已经是焦头烂额的康斯坦丁 没有心情管什么闲事 就一口拒绝了她的请求 然而 就是女警离开的时候 有一群黑影尾随着她 康斯坦丁发现 这个女人 已经为地狱的恶魔盯上了 深夜的街道上 路灯一盏盏依次熄灭 恶魔来袭 康斯坦丁将女警拉到身后 夜空中 响起恶魔的低语 她点燃一团火焰 火光照射之处 隐约可见猙獰的恶魔化作飞灰 恶魔当即攻击人类 这样的事情闻所未闻 康斯坦丁必须港清真相 她来到一间地下的恶魔酒吧 在酒吧深处 有一个隐秘房间 里面有一位一世独立的高人 既不是天使 也不是恶魔 他是一个保持中立的非妖非神 在高人的帮助下 康斯坦丁跨越时空 终于找到了真相 原来 撒旦之子瞒着他老爸 准备撕毁天堂和地狱的协议 入侵人类世界 以此 引发天堂与地狱的全面战争 然而 撒旦之子想要进入人类世界 至少需要两样东西 其一 是来自天堂的帮助 以及上帝之血 其二 是一个具有灵力的身体 供撒旦之子附身 现在 两样东西 撒旦之子都已经找到 那个充满灵力的身体 正是那位女警察 忽然 紧闭的电梯裂开一个大洞 一股强大的力量 将女警吸走 她的身体 穿过一朵朵墙壁 穿破玻璃幕墙 飞上了天空 撒旦之子已经收起了 所有的道具 她即将跨越封印 来到人间 女警飞过夜空 掉落到一个水池里 这里 是她的妹妹坠落身亡的 那间医院 另一方面 康斯坦丁正赶来救援 医院大厅里 密密麻麻地挤满了恶魔 康斯坦丁手持十字枪 大开杀戒 被子弹击中的恶魔 变成了飞剑的杀女 康斯坦丁赶到时 撒旦之子已经附身在女警体内 他连忙对女警驱魔 希望把撒旦之子赶出去 忽然 大天是加百列从天而降 将康斯坦丁踩在了脚下 原来 加百列背叛了天堂 他与撒旦之子合作 准备打开人类世界 与地狱之间的结界 引恶魔进入人间 毁灭全人类 加百列说 上帝对你们人类太宽容了 你们那么多罪孽 只需要忏悔 就能被原谅 就能上天堂 我观察了很久 发现你们人类 只有在面对恐惧时 才会变得高贵 那就让我给你们带来痛苦 给你们送去恐惧 用恐惧去改造你们 康斯坦丁哪里是大天使 加百列的对手 加百列单手就把他拎了起来 对着他的脸 吹了一口气 巨大的风力将康斯坦丁吹飞 撞碎了玻璃 不能动态 绝望之时 他忽然想起撒旦放的话 康斯坦丁死的时候 我将亲自去收他的灵魂 刹那间 康斯坦丁心生一计 只知死地而后生 果然 康斯坦丁一死 撒旦亲自来了 就在加百列即将释放 撒旦之子的瞬间 时间停止了 这是撒旦降临人间的信号 地狱支柱撒旦 身穿一身白色西装 双脚流淌着黑色的黏液 一步一步地 走到冰死的康斯坦丁面前 撒旦对他说 我等这一天已经好久了 康斯坦丁对撒旦说 相信吧 你的儿子 现在就在隔壁和加百列一起 准备侵入人间 撒旦幸知 一旦恶魔之子进入人间 他和上帝的赌约就输了 地狱和天堂就将全面开战 迫于局势 撒旦必须阻止自己的儿子进入人间 他针随玻璃门 看起加百列正准备用上帝之锚 释放撒旦之子 正当加百列准备向撒旦开战时 加百列的翅膀燃烧了起来 上帝剥夺了他的神力 他不再是一个天使了 危急总算解除了 撒旦家儿子丢回地狱 他转过头去 吹着口哨 抓住康斯坦丁的灵魂 一步一步地拖走 准备把康斯坦丁带回地狱 没想到 由于康斯坦丁牺牲自己拯救苍生的情媒 已经具备了上天堂的条件 天堂之力引渡他的灵魂 向天堂升去 然而 撒旦不愿接受失败 撒旦亲手清除了康斯坦丁的癌细胞 撒旦宁愿康斯坦丁继续活在人间 也不愿他去天堂享福 康斯坦丁活了下来 时间斗了一个大拳 又回到了原点 他将在人间继续驱魔 继续战斗 继续抵抗来自地狱的力量 只有一件事改变了 康斯坦丁戒掉了15岁就开始吸的香烟 换成了口香糖 小伙伴